孝战食物中毒严重 昨晚紧急入院情况危险 王一博深夜大哭火速赶往医院 视频曝光 众所周知 孝战是娱乐圈中人气非常高的明星 除了他还有王一博也是人气非常高的一个流量明星 他们两个一直在流量明星中有很重要的位置 虽然他们出道时间不长 却收获了大量的年轻粉丝 尤其是一些学生 可是在粉丝中难免有一些年龄偏小的粉丝 就比如上次孝战的粉丝惹到其他人 就是由于粉丝年龄普遍偏低导致的问题 如果问孝战和王一博两个流量 谁更优秀一点 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孝战和王一博一直是被很多人 进行比较的流量明星 毕竟他们也是由于同一部影视剧 被大众所认识的 这部剧就是很多人都看过的陈情令 在目前的古装剧中都是非常出色的 占有非常高的比重 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人们从中也认识到孝战和王一博出色的魅力 在演技方面他们两个都非常青涩 不过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演员 说起他们的魅力 主要在于他们的外形长相非常出色 这点也是非常吸引一些年轻粉丝的 作为流量明星 最重要的莫过于外形方面的长相 只要长相出色 自然能吸到很多年轻的粉丝 王一博和孝战绝对算是 最能吸粉的两个流量明星 不光是长相非常出色 都有自己的风格 同时还非常会展示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实力不出众的时期 他们仍然有自己吸引粉丝的地方 如果说长相方面 两个人谁更出色 都有自己的风格 不过感觉孝战更加帅气 也更加吸引粉丝 不然也不会成为第一大顶流 在颜值方面 孝战比王一博更加出色 也会让他站在顶流的位置 时间更长一点 两个人出道时间都不会太长 同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只能说现在他们的粉丝数量只是目前的数量 以后还会有很多涨粉的机会 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出色 先说一下孝战 出道时期没有多少粉丝 热度也是有限的 那时候的孝战拍摄影视剧经常被人拒绝 据说曾经拍摄电视剧的时候 只是作为普通的演员都会由于热度不够的关系 被拍摄方所拒绝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运气 后来孝战才得以主演了陈情令这部电视剧 才让自己的魅力有了展示的机会 吸引了太多的粉丝 陈倩令也是让孝战大火的一部影视作品 提起孝战最先想到的就是这部剧 也是孝战在剧中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 如今孝战走红成为炙手可热的流量明星 这部剧有非常大的作用 也是第一次让他站在顶流的位置 目前 孝战已经拍摄了多部影视剧 除了陈情令 还有后来的狼殿下也有参与演出 观众的评价也非常高 也能看出现在路人对于孝战这个艺人的评价 也在逐渐变得更好 虽然经历了去年粉丝的事件 惹恼了很多不同平台的人 孝战如今的粉丝数量和热度依然非常高涨 可见这件事虽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可是对孝战的人气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任何一个明星从出道到火爆 都需要一个过程 他红起来的速度非常快 只是在演技实力方面差了很多 目前还需要很大程度上的磨练 才能让他的演技更加出色 说到王一博 也是由于和孝战主演的陈情令所备受关注 受到很多粉丝的喜欢 这部剧也让王一博吸引了太多的粉丝 一度成为孝战以下最火的流量明星 很多人都知道王一博有很多兴趣爱好 除了工作还有喜欢赛车和滑板 这也是他的粉丝喜欢他的特殊的地方 王一博这个明星非常特殊 也有自己的风格 曾经在赛车的时候 他的粉丝还和对方的人掀起了骂战 也能说明他的魅力非常大 让他的粉丝全力在维护他的形象 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 都有非常多的才艺 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个 能让王一博火爆到现在 成为顶尖的流量明星之一 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兴趣爱好 也吸引了很多人对他的喜欢和关注 可以说演员只是其中一个戏粉的途径 有很多粉丝都是由于一些明星的业余爱好 从而知道这个明星 然后关注他 王一博作为这样多才多艺的演员 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目前的实力还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 也一度让人评价演技没有太出色 不过他和孝战一样出的时间还不长 以后还要更加出色的发展空间 王一博和孝战有很多共同点 他也是凭借着自己在组合的身份出道 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才火爆起来的 凭借陈倩令这部剧 让他们两个成为非常多人都喜欢的流量明星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毕竟一个角色能让太多人喜欢 也能说明他的演员魅力 在陈情令火爆以前 王一博已经出道一段时间 并且加入了天天向上节目的主持人 在这个节目中很多人也看到了 他精彩的主持水平 虽然在这方面的水平还不是太成熟 不过经过不断的磨练会更加出色的 不管是孝战还是王一博 能达到今天的热度 也是让人非常惊讶的 毕竟他们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只有五年 都是凭借同一部剧火爆的 这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 他们的公司也想不到这一点 没想到一部剧的其中一个角色 就能让他们有这么高的人气 由此可见 一个角色和展示的平台是有多么的重要 能让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明星 这样就是成功的 再加上王一博和孝战都非常努力 一直都在提升自己的实力水平 要不了多久就能成为非常出色的实力派偶像明星 不仅仅只是火爆的流量艺人 希望王一博和孝战以后还能有更加出色的发展 为娱乐圈带来新鲜的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